请上员 秀蜜姐姐 我回去打个招呼啊 一声 恭喜啊 谢谢 有福气啊 秦家 秦家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 说两句吧 对 说两句 行行 说两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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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我就说两句啊 今天呢 我大儿子依晨啊 结婚 我很高兴 很嫉妒 依晨跟南方啊 都是爱党爱国的好青年 这个 遵纪守法 这个依晨这个孩子 从小他就爱看书啊 关心国家大事 然后呢 成长为今天这个 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 一个好记者 这都得感谢党的培养啊 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 后来呢 在第二台工作 得了很多的奖 吃水不忘挖井人 依晨啊 这一切都得感谢国家 你看 咱们现在 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好生活 咱们也得感谢国家 感谢政府 感谢领导 国泰才能明暗嘛 最后呢 我提议 让我们祝二位新人 新婚快乐 也祝各位亲戚朋友 家庭美满 谢谢 谢谢 南方 祝福你们 谢谢爸 谢谢 谢谢 我讲得还行啊 清家 刚才说得很好 我敬你 我敬你 我得敬礼 快吃吧 你们坐吧 清家母 我敬你啊 谢谢 谢谢 清家 这个依晨啊 是个好孩子 好男人 他一定会对南方好的 好 以后我们南方 就交给你们依晨了 放心 来 来 齐齐 咱一块儿吧 我跟你讲 我平时 啤酒不沾 我是不喝酒的 今天这个日子 你总得喝一点 谢谢啊 怎么样 喝点 好好好 来来 谢谢你们 赶紧慢点喝 高兴啊 很嫉妒 我这个水瓶怎么样 特别像领导 真的真的 拿我取笑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来来来来 慢点啊 我害怕我把今天掉链子 我刚刚还跟维靡说呢 说今天姨父表现得是超长发 回头有点不像他了 吓死我了 老爷子也就是平时掉链子 关键时候顶得上 不像你们大哥 一到关键时刻 这出其不一 一会儿白找猫 一会儿打发架 能蹦能跳 能不能能 不是 什么意思啊 不是了 一脚踩到游戏桶里 那脚白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走 妈走 把那个书放到最里头在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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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爸 搞话 快吃啊 快吃啊 我跟老板 那些学生怎么回事啊 每天来我这儿光看也不买 我这又不是读书果看的 这些都是隔壁中学的学生 每天好几拨这样的嘛 这些学生 大都是光看不买的 其实我想如果他们要爱看书 那咱们俩干脆考个柜子 专门租书 比买书便宜 细水长流的 也有得赚到 反正书都是有损耗的嘛 这样一来 咱们也算是补了损耗 而且我每天都在店里看他们看书 最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书 像什么言情啊漫画 等我收拾一批上架 保准生一货 行啊 丫头 这点子不错 还没吃饭吧 等会儿程康哥请你吃饭 谢谢程康哥 我给你倒点水吧 好 终于睡了 大哥回来啦 大哥 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 刚睡 把头子呢 出去玩了 大嫂今天没跟你回来啊 她有事就不来了 今天啊就咱们几个去 正好我有话跟你们想 大哥 回头你带点菜回去吧 不用了 带点吧 二哥做的都是你爱吃的 还有大嫂爱吃的 行 快吃吧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事啊 我要跟你们说啊 现在我跟你们大嫂 是住在她家里的 你们尽可能少去他们家 不要打扰他们家父母 要是家里有事 或者你们自己有事 跟你现在一样 跟我说就行 也别找你大嫂 咱不能让人家低看了 是吧 这些话呢 你们也给老头子转达一下 我要是当面跟她讲啊 她肯定给我尝尝 菜可以今天 大哥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啊 行 我听明白了 你放心 不用担心我们去 我们不去 就算有天 你们饿得去要饭 也不去你那小洋楼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四美 你这也是结婚的人了 怎么能这么误会大哥的意思啊 大哥要是想跟我们划清关系 早就划清了 还能因为齐成刚的事这么生气啊 是 你当然不会误会了 从小到大他就偏心你三厘 你当然不觉得什么了 他说的也不是你 说的是咱俩 从小就我们两个最让他掉价 给他丢人 我不会给大哥丢人 我也没有误会大哥的意思 行 就我最丢人 我最掉价行了吧 我劝你们两个也别得意 别再 别想太多 给人家带回去饭去 大哥家什么没有啊 厨子 保姆 司机全都有 我们小厨房带回去的菜 人家没准回去嫌丢人 还要喂个阿猫阿狗的 瞧四美 你发什么疯啊 大哥不就是嘱咐我们一去吗 你说他说的话真话嘛 你平心而论 我们有在大嫂大嫂家人面前 给你丢过一次人吗 我说句公道话 你结婚那天 连老爹爹都没给你丢人 你凭什么这么嫌弃我们呀 嫌弃我们 还说我们 还让我转达给爹 你当我二百五啊 你少说两句吧 大哥不是那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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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四妹没事 他这是争宠呢 来 吃饭 他还是你的好大哥 这个好啊 这个方便 谢谢你啊 师兄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这个东西不便宜啊 破费了啊 这不省得让你洗尿布 感谢你啊 你谢我干什么呀 又不是给你买的 是给我侄子买的 说着说着就来气 怪不得四妹最近和我说 说你脾气大派头足 我跟你来什么气 我谢谢你还来不及呢 每次我们家四妹跟我斗气 还不都是你劝和的 你们那儿哪叫斗气啊 你看看我们家 小易和小雅怎么给我吵的 四妹那不是真的和你斗气 生巧巧那会儿 生死关头啊 最后还不是指着你一个大哥 那肯定啊 那种时候还是得亲大哥 表哥靠边站 可平常就不一样了 一跟我闹矛盾 就往你这儿爬 表哥可比亲可行 表哥就这回 他恨不得把自己个儿嫁给你 这你就不太了解四妹了 他看不上我 人家喜欢漂亮人 什么漂亮人啊 整个就是一二百五 哪有那么说自己妹夫的 怪不得四妹跟你生气 你这个嘴啊 能把人给气死 不过说真的 我觉得啊 你真的应该好好安慰一下四妹 你说的那些话 确实真的有点伤到她了 我说哪一点不对 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嘛 你还能不知道吗 都跟你一样子尊啊 是 我自己的亲弟亲妹 我很了解 我就是担心他们的无心之举 让别人家误会 再说了 我们家老头什么样的人 你不清楚啊 那你去跟你们家老头说啊 一杆子打翻一条船 什么意思 我不管跟谁说 我就是想提醒一下 跟自己家人在一块 我一向都是有话直说 怎么今天就不行 还给我白起脸色来了 我惯着她 乔卫诚啊 你这人有时候 你真的气人 你 我不管你了 你赶紧走吧 我还得给我儿子洗尿布 多管闲事多吃灰 生个儿子起名叫齐通腔 十三点兮兮的 群哥 一去 有那么多 你吗 你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刚 下雨了 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四门 我在店里读会儿雨啊 等雨 等雨小点了我就回来 请带女儿睡觉吧 别给我等门了 那行 抓紧啊 你记得拿伞啊 哎呀 姐姐快 慢慢一会就回来啊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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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妈 谁的电话 那个 老郑 电子股东 你干吗呀 你说你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什么意思 刚买的衣服穿得皱皱巴巴 瞧瞧都比你厉害 可能吧 现在还没穿习惯 怎么 小孩人家都喜欢新的 你喜欢旧的 我 新的旧的我都喜欢 行 那以后就给你买衣服了 钱就省下来给我喝悄悄 行 行啊 我那个包有点小 我想再买个大的 行 喂 晚上你等我 不行 我现在走不开 晚上吧 晚上你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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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osen 爸爸 你怎么这么连证这样 我定力不是给你分了吧 散毛好快 走 fetch 快 爸爸 fore 我给你烧了洗澡水 你赶快去洗个肉水澡 我去给你拿干净衣服啊 爸爸 去看看孩子 去给爸爸拿干净衣服了 老板娘 这个笔还有没有其他花文的 我看一下稍等 都在这儿了好像是没了 我们要不要去其他店看看 这些笔写出来的颜色和粗细 都是一样的 就是外壳不同而已了 外壳也很重要啊 对啊 人都挑好看的 更何况比呢 那你们逛店也是挑好看的逛了吧 我说你们这些小姑娘 每天小脑瓜都在想什么呢 买了文具就要好好学习 知道吗 怎么了 没事 诚哥 老板娘吃醋 老板 麻烦结账 行吗 结账 拿过来吧 拿过来吧 我来吧 三只是吧 来吧 晓梦啊 我想说这毕竟是在店里 不是在外面啊 有些事情该注意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比如声呼之类的 你是不高兴别人喊我老板娘 还是不高兴我没在人家喊你一声老板 都有吧 也是 快 steady 绥聪 然后 derecha 再个 pert场 来 来 去哪里 会怎么在哪里 带来了 我自己会 energía 他最近晚上看不着我睡不着觉 小孩子吗 是小孩看不见你不睡 还是大人看不见你睡不着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回家本来就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怎么我现在回家还要跟你报备啊 你是我老板吗 你现在是腻了 欺负我无名无分 你忘了你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了吗 程刚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不是 你别把事讲这么复杂 程刚哥 我喜欢你 我想让你离婚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 程刚哥 我是不可能离婚的 我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这么早就躺下了 嘘 嘘 嘘嘘嘘 悄悄好不容易今天睡得早 赶快过来给他呜呜呜呜呜 太冷了 谁呀这么晚了 躺着吧 我去看看 你怎么来了 啊 程刚哥 你放心 我不是来找你的 你半夜臭什么疯啊 四眉姐 闻一句啊 四眉姐 你再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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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眉姐 小梦啊 小梦啊 这么晚了 是书店有什么事情吗 没 店里都挺好 没事儿 你就 咋俩回去吧 四眉姐 求你 成全我跟程刚哥吧 程刚啊 是 四眉 怎么回事啊 你别光哭 你说话到底怎么回事 你把事情前前后后都说出来 我们总能替你想个法子呀 你光哭有什么用 你说话呀 程康的外面有人了 他是个什么容器的 你把话说清楚了 是你自己觉得有问题 还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那个女人她找到家里来 这个气程康的怎么又干这种事啊 比你谁也干过啊 大哥知道吗 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 请 请 这样你不能给大哥打电话 大哥要是知道了 程康那肯定活不了的 你不用管他 好 我先不告诉大哥 这事其实刚承认了吗 说话呀 那个狐狸精都到家里来了 不承认有用啊 你不承认也不行啊 我告诉你啊 有话好好说你这 不不 有什么好讲的 是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 你不承认我们就去做鉴定 一查就查出来了 你当我们乡先生不懂啊 那个 你们有什么打算啊 就放到明媒上讲一下嘛 不要在这里啊 喊什么 你拿钱 补偿我们 这种情况我女儿难嫁了 我得翻倍地赔足嫁妆 这笔钱不知道你们要找谁要 她要是不拿钱 我就去到派出所告她 骑人刚强奸 让她吃牢饭 你要多少钱 十五万一口价 乖乖 你这个口是柿子口啊 随你们了 滚 滚 干什么 出去 滚 出去你们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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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出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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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思梅 大哥 我活不成了 我不想活了 怎么了 去哪儿 乔子梅 他人呢 大哥 大哥 别砸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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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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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搞那个 不要来的东西 砍 不错 我犯罪我错了 不要以为你自己发了糊涂 把一本子给扎进去了 大哥 杰哥 大哥 我陪你一块儿吃 要砍是咱们兄弟俩一块儿砍 犯法也在一起 坐牢我也陪你去 这 二哥 大哥 二哥 为这种人咱值得吗 二哥 你说的 爸 你看爸爸你能的 你不拦着你大哥 你 你还供还你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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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找我啊 项部长 喂 明 请进 什么项部长项部长的 咱俩是同期 别跟我整这些虚头八脑的关枪 什么事啊 非得下班了秒 有什么事快说啊 回去晚的信誉可查我 是关于去地方挂职的事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对啊 我其实是有点犹豫要不要去的 当然了 这个事肯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对于以后回来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其实呢 是希望能够去的 这不挺好的吗 谢谢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听你这么一说 你想的也挺清楚的 我放不下依诚 不瞒你说 她的第一段婚姻 松轻远跟我提过一些 你这又不是飘洋过海 一去不返 有什么好担心呢 我担心依诚会想到以前 我又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 这个事啊 我也没法给你很好的建议 但我觉得你应该尽快跟她说 别拖了 有些事呢 怕什么来什么 顾虑太多不好 作为一个过来人 同时也作为一个还算是 了解一程的人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把握机会相信一程 行 你呀 要么就不喝 要么就猛喝 做事情啊 要慢慢来 这不是按部就班的流程 是顺其自然的方法 行 听你的 好 喂 一程 喂 南方 我加完班了 我来接你 你不用来接我了 你一来咱俩为得打车 自行车还得放后备箱里 太麻烦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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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说到底啊 挂职这事 我还算是你的手下败将呢 嗯 挂职的名额是二选一 啊 我们俩选一个 嘘 那也不一定啊 有酒了吧 芯宇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也刚下楼和她聊聊挂职的事 我 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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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没少喝啊你 干嘛 哎 老乔没和你在一起啊 没呢 没让她还接我 不跟你平了啊 走了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自己骑车走 你 哎 你就把车放点 不用了 赶紧走吧 那你慢点啊 好 她是不是真我一直还不知道呢 我看她们就是想额我们钱 四妹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什么我们 谁跟你我们 你自己犯的事情 自己解决我没有钱 我告诉你 那个钱是我送给乔乔上学的 谁都不能动 你要是感动那个钱 我跟你拼命 四妹 我求她们了 她们说把管子 降到十万了 你救救我好不好 她们说了 我要是给不是出来钱 她们就要给我放血啊 四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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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还是不够啊 大哥 怎么办啊 大哥 你来借我点钱吧 妈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这个钱我肯定不会借 乔二强 乔三里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你们俩谁都不准借钱给她 那七成刚就得坐牢去 她是自作自受 她要是还有点男人的样子 她就自己去赔钱 卖血也好 卖肾也罢了 别把所有的责任 都让她老婆背着 丢进全天下男人的脸 那她要是做不到 那正好 坐回牢 学回官 阴曹地府 放花滚开的油锅里 过上一回 这就是她身上的泄气 别哭了 哭也没有用 想法子解决问题才是要紧的 你们家气成刚呢 怎么这两天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她躲在她老婆家里 她怕孟家的人在对付她 她那些孟家的亲戚 又来找你了 这样的男人 自己闯了祸 说她乌龟一个 把自己老婆 留在这儿面对危险 这样的男人 你不离婚你还等什么呢 你还等她留到明年过年啊 她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说她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对她掏心掏肺的 她要我的命 我都给她 她凭什么时候对我 对她的人是什么 她凭什么让我这么难过 我来告诉你 她为什么舍得你难过 因为不爱所以舍得 这世上还要比人更简单的事吗 你怎么就瞎了眼看不出来呢 她要是爱你 你的命比她自己的命都重要 她不爱你她要你的命干什么 她怎么能这么对你 因为不爱 因为不爱 离婚吧 巧思梅 我不理 我死都不理 其实刚是怕 她休想甩掉我 我就跟她耗着了 我看谁能耗过谁 你只要气死我 我再也不管她了 这个丫头太蠢了 自己要往死相的李钻 谁拦得了她 大哥说了 随他们去 好啊 二哥来 二哥 来 坐 不坐了 四美怎么说的呀 我不管 随她去 二哥 你把这个拿着交给四美 你放心 三里知道了 这事总得有个了结吧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又是掉里坏什么 就是 谁坏人家闺女了 你们杀死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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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让她多吃吃苦头 你可别放二百五啊 又像个丫鬟一样伺候她 那行了啊 说什么呢 没什么 台里的一段节目 解决了 今天我们新闻中心 有个记者去你们那儿采访齐文明 他回来跟我讲 齐文明调到你们部门了 正好是你回下 对啊 是我把他要过来的 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是 怎么了 没什么 随便问问 霓裳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没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我知道 你一直不想你家的事麻烦我 可我也是乔家的媳妇 有什么事帮把手也是应该的 真没什么事 你也知道 他们过日子 无非就是家常力端的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好吧 好 没事 嗯 妈妈 你在找什么 差点去一下 十万也好 打你也好 那是因为你祸祸了我们家黄花闺女 现在我们家老娘也起病 摊在床上 那吃药看病不要花钱的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对你算客气的了 你现在还自由自在在家蹲着 我要真的不客气 你现在就在大牢里蹲着了 没得说 追加两个 要不然咱就一拍两散 大家都不要好过 你们家不会有个小丫头 你信不信我 再说一遍啊 你敢 你现在成心了是不是 现在记得和活都活不了了 大哥 现在来我家危险 我要弄晓晓 你让我怎么办 四眉 你慢慢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你大哥会帮你的 大嫂 我醒醒你了 你帮帮我们行不行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说让我们这一下以后 人子怎么过 你晓晓的还那么小 他以后有个孙长了 断我怎么活 你 你爱人 你爱人他怎么了 他打死我救命 我现在是没办法了 他打死我 快起来 你快起来 你